不說你不知,說開你就知道 大家好,我是Ken Sir 如果你在家對門,嘖嘖嘖聲 或者有聲音 這支又藍又黃的東西 你們相信一點都不陌生 沒錯,這支就是WD-40 網上流傳這支東西有幾千個用途 但這支東西,十元雞 怎樣可以成為到每年有 五億七千三百萬營業額的王國 歷史又是怎樣,我們馬上告訴你 字幕提供 當年1953年 三位engineer slash 科學家 成立了一間公司叫做Rocket Chemical Company 亦都不負眾望這支WD-40的誕生 令到這間公司成功可以和火箭、戰機、飛機的製作商 Convair有一個長期的合約 還用這個WD-40擺在他們的飛彈的外殼上 令到有一個防守的功能 當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蘇聯和美國就有一個冷戰的時期 兩邊都非常想快點整支火箭登陸月球 所以當年的太空業 前途就好像現在我們說的AI 當年的火箭和彈頭都因為很容易生鏽 就大大降低了內用度 所以這間公司就研發了一支Chemical 可以令到它防生鏽和有這個潤滑的作用 沒錯,就是WD-40 為什麼叫做WD-40呢? WD是Sentral Water Displacement 即是中文直譯就是將水份抽出 但是為什麼叫做FORRY或者40呢? 就因為這支東西的FORMULA 他們足足試了40次 終於試出一個完美的FORMULA 亦都因為這支東西的防繡功能非常之好 當年那些員工就偷偷地倒這些WD-40 拿回家就用HOME USE來用 誰知道偷偷偷偷偷偷偷到皆知漢文 一開始幾個員工偷之後 很多人就偷這些WD-40 不是說偷了 拿這些WD-40就回家用了 這件事就慢慢傳到其中一個Founder Norman Larsen的椅子裡 然後他就說原來我這支東西都可以在家用 所以他做了一個很大的決策 在1958年的時候 他就將這些WD-40放在一些小小的鋁罐裡面 就放在他San Diego的店舖裡 就賣給一般的Household 這支WD-40一開始打算給火箭用 慢慢就變成一支家傳護曉的 潤滑劑兼防繡劑 當年在1960年代的時候 有兩個革命性的事件發生了 令到這一支東西更加皆知漢文 第一個就是1961年的時候 Hurricane Collar襲擊德州的南部 令到大部分的房屋和車輛 有浸水的損毀 因為浸了水之後 很多車輛散秀就開不了了 Rocket Chemical Company 就傳給EWD-40 給德州的南部作為燃眉之急 幫那些緊急車輛做潤滑的作用 令到他們防止山手 亦都可以operate去救援 第二個重大的事件 就是1964年的越南戰爭 1964年美國和越南正式打仗 當年那些人很多都是用機關槍射的 但是美軍就忽略了 其實越南是一個很潮濕的地方 那些機關槍就很容易生鏽 所以WD-40就救了他們 當年美軍就和這個Rocket Chemical Company 就簽約 就傳了23萬3千瓶的WD-40 和總共35萬5千瓶的WD-40 去做這個軍事的用途 亦都有很多著名的故事 有很多美軍說出來 這支WD-40 怎樣去令到他在重要的時刻 可以動到他的捕槍 去救了他們的生命 雖然這支WD-40 這麼成功這麼厲害 但是研發人之一的 Norman Nielsen 當年他研發了這支東西的時候 他是得到500美元的獎賞 但是沒有任何的股份 或者沒有任何的bonus 所以在1958年Norman幫這支WD-40普及化之後 其實他們有一些verbal agreement Norman其實已經離開了Rocket Chemical Company 在1969年Rocket Chemical Company 也正式命名WD-40 Company 也都在1973年正式上市 而在他們上市的第一天交易日 他們的股價是足足升了61% 而在1993年的調查裏面 說美國每五個家庭 有四個家庭 都有這個WD-40的家庭 而到2018年的時候 WD-40已經擴展到176個國家 時至今WD-40除了用來防生壽之外 網上也流傳很多用這個WD-40的用法 他們說到可以有二千多宗 包括可以用來防蚊 可以用來防水等等等等 但究竟你們用WD-40來做些什麼呢? 不如留言給我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